这个游戏配置文件里面的这个基本信息分析了个七七八八 所以接下来该转化成果了 在转化成果之前呢 这节课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登录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要搭建起来 所以这节课主要是整个游戏登录器的UI搭建 如果说以前做完完整整的做过我们GameHacker 做过其他项目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没有做过它 它可能看起来会有点累啊 就去补一下对应的MFC啊 或者是GameHacker的一些课程 然后废话不多说 我开始写代码了 这还是接着我们上节课 新建好的这个项目是吧 把它调成X86 这个没有必要用X64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上节课引入的那个soakcfg.data那个文件我给删掉了啊 可能你们将来拿到的原文件发布里面就没就没有的啊 就删的过程就很简单 你点开这个资源文件 把那个soakcgf这个文件就右键就很很很 千说就删掉啊 因为我怕将来发布给你们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文件你们将来打开原代码 我说会打不开 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 然后做界面来简单的先规划一下 我看现在这个默认界面是啥样子的 大哥升成这么慢的吗 大哥你怎么长这样一点温食的这个主题感觉都没有啊 小碗将就用吧 首先第一个这个不能让它拖动啊 这个拖动这个不好看 不能拖动 现在以前都习惯了用那个英文的那个 现在它改成这个以后 它说的话真是有点不习惯 不不不不不习惯啊 嗯 静止拖动 应该是边框 这个它这个resize 它就它就是可以拖动是吧 你把它换成sign它就不可以拖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东西做多大呢 找一下字体 还行哈 把这个删掉啊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因为这个里面可能你将来会涉及到很多的功能 是吧 所以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用一个tip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tab的一个空间 来先把再把这两个按钮也给它去掉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变量 它的mine空间 然后再把这一块给它 然后在他初始化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在他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要初始化一下 简单的初始化一下这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 有了是吧 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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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风格怎么这么丑呢 这个他应该用的是老式的这个样式表 刚才我创建的时候可能选的时候 我地方没有注意啊 稍等我把微信关一下 就不停地用我谈消息 只能调一下 把它这个上面调成按钮式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调以后可能会好看点 静态边缘不是这样 平面按钮 这个就好看多了 好了 有点从复古的感觉哈 设置哈 好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 接下来的 因为你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功能 你比方说有设置 有公告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呢 每一个 其实每一个界面呢 它都是一个子窗体 所以呢 我们先设计第一个子窗体 好 把这个去掉啊 然后呢 调一下它的这个属性 第一个呢 首先呢 它是一个没有边框的一个 其二 其次呢 它是一个子窗口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设置子窗口的话 你将来再谈出的这个样式的地方 设置子窗口 如果没有设置子窗口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你那个就就就就卡上了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类 把这个对话框的这个ID改一下吧 就因为一二三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不太容易标识的 所以要把它这个标识号给它改一下 好 set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类 在我们这个上面 我们来 让这个C window set 来完成什么呢 完成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 配置的一个功能 我们看一下它原有的这个界面 都有什么功能来着 下我一小 因为我以为设定按钮被我们玩坏了 你知道吗 设置分辨率 亮度 画面设定 是吧 音效 这是一个单选按钮 这两个按钮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按钮来代替 用一个check-end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匹 �목 调节目 声 声 咴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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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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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以前这个地方都是英文的 现在看话以后呢 说话看的是特别不习惯 分辨率 然后这个地方要调一个 把它这个类型调成一个下拉列表啊 下拉列表 然后第一个分辨率 第二个呢亮度 第三个呢 画面设定一 画面设定二 画面设定一张 画面设定一张 你到底要使用画面设定一还使用画面设定二 然后接下来呢设置音效 音效用一个 然后接下来 试音效用 试音效用 在这儿 准备 画面1和画面2是个什么类型啊 0102是吧 0102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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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8 8 8 9 8 8 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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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